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短的望远镜怎么可能看这个月 加强的 谁没事带一个望远镜出门啊 我带了四个 而且这个穷屌丝还是自己的同事 而作为穷屌丝的月小新也是十分委屈啊 自己期望已久的店长职位 竟然要被自称是范总姑奶奶的女变态给抢去了 你怎么来了 把你们范总叫过来 你以为你是谁啊 想救救救 我是她姑奶奶 你是她姑奶奶 我还是她爷爷呢 范总 这里个人冒充是你姑奶奶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变态的亲戚呢 在办公室吃烤肉的范春天 将店长的职位交给了张依雷 并让她看文件了解服输馆的秘密 没想到五弟小雷雷看到的 只是文件前面的广告宣传单 以为是要录真人秀 奖金还是十万 这可让小雷雷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小心脏 急忙要参加 而另一边的叶小星 决定用秘密法宝书签 整骨张依雷 却没想到不仅被暴打一顿 还跟她一起穿跌到了古代 李宝觉得 你这完全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穿越到古代之后的雷雷小姐姐 以为节目录制开始了 急忙问真人秀的任务 这时正好把海出来了 伤害对小星就是一对暴打 独立小雷雷却还觉得挺好玩 为什么去抓我呀 大师 你们这种动作排练得好好哎 没有意思的 承认吧 小姐姐你才是那个猪队友好吗 两人被防海抓了起来 恰好小青来劫狱 顺便救下二人 小青求两人帮忙救出姐姐 张依雷此时还觉得 这是一场白蛇传主题的真人秀 就白蛇是为了打断升级 便答应了下来 这智商 李宝也是佩服 佩服 请收下李宝血淋淋的膝盖 两人与小青 起先一起来到雷锋塔下 怕得发现藏进了缸里 但只有三个缸 小青无处可藏了 于是小青将小青变成了一棵树 来掩护自己 厉害了我的哥 你见过哪棵树是挡在路中间 还是从砖缝里长出来的树 变成树的小青 也没逃过悲惨的命运 不仅背看 还被说是爱情的障碍 哎呀 小树啊 小树啊 你真是我跟我师弟感情的业障 我真想一把火烧了你 可是我也没火 算了 嘿嘿 我找到火把了 从哪开始烧起呢 静好被小青阻拦 不然教授你可就真 毅然一爆炸了 这时发海出现了 小青跟发海打了起来 其他三人跑去救小白 结果刚一进去 就面临通过游和的困难 小青与许仙 来了一场兄弟汤油的戏码 如果你心中对别的女人产生了邪念 来 告诉兄弟 让兄弟帮你打消 有兄弟在 就不怕自己会劈腿 而武力雷雷小姐姐 更是将出题人拖下游和 踩着她上了位 踩着她上了位 三人靠累死人不偿命的方法 到达了关押白蛇的房间 救下了小白 结果发海冲了进来 为了让三人逃出去 血仙终于发挥了自己男人的一面 结果还是被打得半死 看来发海你真的不懂爱啊 就在此时 随着一道一毛钱特效的光线落下 菩萨出现了 竟然让发海变成了寄居蟹跑走了 看到这里 地宝也是迷之沉醉了 吐出来的血是极枝糖浆 发海的原生竟然是寄居蟹 看来还是你们成立人会玩啊 好了 童子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关注、点赞、转发哦